大家好 刚刚在柳杰克的直播里看了张亚中 阐述他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方案 并就此方案和网友进行辩论 先说肯定的部分 第一 张亚中是台湾为数不多的统派 值得肯定 第二 之前啊 习主席提过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希望岛内各界人士能够拿出具体的方案 对吧 这个方案对不对啊 执行不执行 咱先不说 先拿出方案来 彼此讨论一下 求同存异嘛 张亚中呢 也是台湾方面为数不多的 配合这一呼吁的人 第三个呀 张亚中毕竟是教授 而且在国民党从事过外交工作 也做过洪秀柱的核心幕僚等等 能够放下身段和网友无差别的连线辩论 非常的值得鼓励 非常值得肯定 我其实想连个线的 但是没有找到连线方式 那么下面呢 主要就说一下 我对这个方案非常不同意 非常质疑的地方 张亚中的论述啊 并不奇怪 之前洪秀柱有过论述 因为张亚中是洪秀柱的核心幕僚吧 双方的论述是差别不大的 而且之前国民党党内总统初选的时候 张亚中呢 也参加了初选 也详细的阐述了他这个方案 简单说 他叫一中三线 效仿欧盟啊 或者之前的欧共体模式 他说这个一战二战呢 你看欧洲打来打去的 对吧 形成了欧共体啊 实现了欧洲内部的和平 不再打仗了 大家一起发展经济啊 经济发展的也非常好啊 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太靠谱 对吧 二战之后不仅欧洲没有打仗啊 这个世界上 除了美国 几乎很多地方也没有打什么仗嘛 所以这是和欧盟有关吗 我看也未必有关 其次也欧盟现在内部 各种的分裂啊 东欧南欧 中欧 北欧 之间矛盾是重重的 疫情初期 互相抢对方的口罩 扣押对方的物资等等 再加上像欧债危机啊 希腊啊 等等都面临着债务危机的时候啊 欧盟似乎也没有管 彼此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多啊 所以有也有玩有质疑啊 这个欧盟是国与国 大陆和台湾显然不是国与国啊 他也解释了 说欧盟是主权于主权 大陆是治权于治权 和欧盟呢又不太一样 只是效仿欧盟的方案 主权于主权 治权于治权 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 对吧 在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具体的操作上是如何呢 没有明说 但是他提了几点啊 这几点啊 超越了治权于治权 比欧盟现在的主权于主权还要夸张 也就是他所谓的一中 对吧 大陆和台湾 双方是平等的兄弟 共同组成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下面包含大陆和台湾 他这个论述其实和之前民进党的党主席施明德的一中两府的论述是差不多的 当年施明德也是论述 这么论述的嘛 形成一个大中国的概念 大中国的概念下面啊 包含大陆 包含台湾 一个是共和国 一个是民国 然后双方在对外共同行使这个中国的概念啊 双方商着来 包括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 也是双方共同商量着来啊 这样呢 两岸实现了统一了 对吧 台湾呢 在国际上也有地位了啊 甚至啊 还有了一半的联合国的这个决定权 张亚中呢 说的不是很明确 但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的 你看这比欧盟的主权与主权啊 还要主权与主权啊 还要夸张 对吧 我觉得非常的荒唐与荒诞 因为啊 要看两岸之间的实力 我看网友们很多呀 都跟他说了 对吧 你要看两岸之间的实力啊 他也说啊 他在大陆见过很多的人 都跟他说啊 台湾什么实力 大陆什么实力 说他还见过解放军的一些官员 也跟他这么讲啊 他说不能谈实力啊 对吧 两岸之间是兄弟 怎么能谈实力呢 我们要实现和平啊 如果谈实力的话 台湾就可以迅速的 导向美国 导向日本呢 对吧 我们没有导向美国 没有导向日本 就是因为我们之间 有民族感情啊 这纯属呼吸 你纯属何扯的 他甚至还讲啊 他在美国认识个台湾人 他的台湾朋友如何讲 等等 大陆和台湾 虽然不是两个国家 但是他是两个政治实体 两个政治实体 怎么能放到两个人的身上呢 也是不能拟人化的 也不能去讲 对吧 什么你认识什么朋友 你这些朋友说话 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对吧 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呀 对吧 所以两个政治实体之间 你当然要看实力啊 当年蓝营执政的时候 老蒋和小蒋的时代 台湾海峡 因为台湾的实力强 就给封锁掉了呀 譬如我们东北 要去南方 那是要绕一个大圈的 对吧 要绕到台湾的东部 绕一个大圈再出来的 台湾有实力的时候 这也是封锁台湾海峡的 而且台湾的那个防控识别区啊 都划到武汉去了 怎么能不是实力呢 而且你不能导向日本和美国 或者说日本美国不敢上台湾驻军 这是因为你所谓的和平吗 因为两岸是兄弟吗 完全和这无关的 是因为大陆的底线划在那里 所以你也没有让 对吧 美国和日本啊 上台湾驻军的能力的 我看台湾是很幻想这个东西的嘛 但事实上呢 你其实是没有完全的 全面的导向美国和日本的资本的 你没有这个能力的 这个能力一就是依托大陆的实力的 两岸之间不谈实力 怎么可能呢 总要回避这个实力这个事情啊 非常的对吧 可笑啊 而且扎亚中论述很多事情啊 都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 其中有个连线的问他啊 那按照你这个论述吧 两岸和平统一之后 共产共产党要不要上台湾去执政啊 要不要派人过去啊 就算是一国两制 对吧 台人制裁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国台班要去台湾呢 他就不跟你明说 给你绕来绕去啊 说这个德国和法国啊 对吧 你看这个欧盟啊 德国法国又论读力一通啊 问题是自己都说了 德国和法国在欧盟内部是 对吧 这个主权和主权啊 这个德国当然不能往法国派人管理的啊 对吧 他们上面是一个欧盟 所以论述来论述去啊 又回到欧盟那个模式了啊 德国法国之间互相也不派兵吗 也不派人去吗 你看人家通过欧盟 欧盟有议会啊 那你这个主权和主权 制权和制权有什么分别吗 而且不直面问题啊 一个字 绕啊 绕绕绕 绕 就是个绕 而且老讲迷 讲迷也可以嘛 讲讲台湾的迷意 讲讲大陆的迷意 哎 又老是台湾的迷意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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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他说说大陆的迷意吧 对吧 他又不认合大陆的迷意 老跟你谈这个 中共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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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陆又不认迷意了 老谈台湾的迷意啊 台湾的迷意如何如何啊 还是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 我在台湾有个朋友 我身边的人如何如何啊 然后台湾的迷意 但问题是现在台湾的迷意 张亚中你这套也没有人认可的呀 现在蔡英文是执政的呀 蔡英文之前的选举817万票 这是台湾总统选举史上最高票啊 台湾的迷意也摆在这里的呀 所以我感觉张亚中 走于一种挟台湾迷意 自重的这么个架势 但是台湾的迷意 从选票上来说 也从来没有支持过他 对吧 无非就是拿了一个虚的台湾的迷意 来作为向大陆换取某些东西的筹码啊 而且他的所有的这个统一的论述 有个前提和平啊 两岸先签和平协议 其实两岸之间已经维持了 好几十年的和平了 为什么要签和平协议 因为我没有武统的底线呢 签了和平协议就没有武统了吧 对吧 所以他的论述 首先就是要签和平协议啊 签和平协议之后 下一步具体怎么统一啊 大家商量吗 讨论吗 那我那我很能理解成啊 签了和平协议之后 那两岸怎么统一 遥遥无期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和独分子啊 对吧 只要签了和平协议啊 大陆对台湾武统的那几条底线 比如台湾证明支线啊 啊 呃 或者是台湾 呃 不引美国美军登陆啊 或者台湾不搞事实独立啊 这几个底线就等于全没有了吧 我们永远不会打台湾的 那我们跟你签了和平 你搞了这些怎么办 也没有什么核心的论述 对吧 也包括这个大一中 大一中啊 对吧 共同分享在联合国的权利 那同样的呀 还是那句话呀 包括战亚中你这套东西 在台湾都没有什么民意基础的 啊 真给你签了 对吧 分享这个了 那蔡英文执政呢 蔡英文在联合国人家不 对不对 两岸之间怎么步调一致啊 逗我们玩吗 这不是扯淡吗 对吧 所以总结一句话呀 逗你玩 啊 而且之前还讲过呀 台湾汉人血统97% 对吧 然后台湾生活的文化底蕴 更符合这个 汉人的生活传统等等 无非又是中华正统在台湾那一套啊 还是 抱着很大的优越感的 对吧 讲这个台湾人与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呢 等等扯着这一通 说实话这个在台湾 台湾人相信吗 很多台湾人也不相信吧 台湾有多少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呢 所以这种东西呀 哎呀 非常非常的荒诞啊 也非常非常的可笑啊 对吧 尤其是一谈实力呀 一谈筹码呀 就就跳起来了 我最讨厌说筹码说实力这个东西了 两岸是兄弟之间 怎么能拿筹码 拿实力威胁别人呢 等等 但是自己却拿出一堆的筹码 尤其是哎呀 台湾的民意 总拿这个筹码来威胁你 让你来跟他签和平协议 否则台湾人如何如何如何不高兴了呀 等等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诞啊 哎呀 非常非常的可笑 也非常非常的搞笑 对吧 尤其是他这种感觉呀 我看用这个直播间里这个聊天啊 就说先订婚 对吧 结婚不结婚看你的表现 这还是拿我们当凯子吧 先订个婚 或者先签个和平协议 反正是两岸之间实现和平 至于我根本跟你统一啊 我还要看大陆的表现的 表现不好啊 我就不跟你哄了 但是因为有和平协议在那里嘛 武统的底线也没了 那这也很容易搞成事实上的独立的呀 这不是非常荒诞吗 在玩一些文字游戏呀 所以也有一定的理由 让我怀疑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统派 但是不管张亚中是不是真的统派吧 对吧 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啊 也都可以提 但是张亚中始终愿意讲民意 我觉得也可以啊 既然是民意呢 这个张亚中可以继续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台湾地区领导人 等你参选上了拥有台湾的巨大民意了 再来和我们谈吧 毕竟这个统一不同一的事情 它是具体的不是虚幻的 不要老讲你的身边的朋友 或者这个民调这些东西 他首先啊 是两个政府和两个政府之间的事情 作为一个民间的学者 对吧 你也没有拿到执政权 说这些东西啊 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如果真的想把这个东西转化往现实啊 不要老试图说服大陆 而是自己先当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再和大陆来谈吧 或者说你去说服台湾 对吧 所以这就是最后我要说的 张亚中的论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一直是要来说服大陆的 却没有去试图说服过台湾 本指是要台湾的利益最大化 至于台湾岛内的独派 其他的他并不在意 对吧 这个本指呢 我觉得还是拿大陆当凯子吧 总想赚便宜没够嘛 对吧 这个李登辉时代的东西啊 包括施明德时代的东西再搬出来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当时李登辉时代大陆给的一些方案 包括施明德当年谈的一些东西是基于台湾的GDP是大陆的40%多接近于一半 当时小蒋也好 李登辉也好 对吧 也始终以此为筹码 就说过 台湾这么少的人能够拥有大陆一半的GDP 证明我们台湾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当年台湾的论述也都是站在实力的基础上的 这个实力 一是两岸的军力对比 两岸的GDP对比 第二呢 也包括张亚中个人的实力 对吧 所以要实现个人的实力啊 当上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再拿出你这套方案吧 然后再继续协商吧 至于大陆能不能认可你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但是至少啊 你也要有真正的能和大陆谈这个方案的决心和实力 我就举个例子 假设大陆全盘接受了 你又能如何 你说了算吗 菜太子听你的吗 你是不是在台湾发动起义 还是能发动中变呢 空谈嘛 没有意义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